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国家的法轮功学员 10月15号举办交流会 他们感谢法轮大法教会他们改正自身的缺点 成为更好的人 以平静祥和的心带人接物 请看详细报道 一年一度的俄罗斯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 在圣彼得堡郊区招开 300多位来自俄罗斯乌克兰的法轮功学员 参与了圣会 他们讲述了修炼后 在日常生活中如何遵循真、善、忍的原则 使内心变得平和开朗 生命也发生了转变 修炼法轮中后 有人多年的病痛不翼而飞 也有人找到了心灵的归宿 成员表示 但是修炼后 遇到事情会先查看自己 让心灵不断的升华 在俄罗斯 许多民众得知法轮功学员在中国遭受的残酷镇压后 纷纷声援制止迫害 新唐人记者 奥萨纳 俄罗斯圣米德堡报道 周日 纽约部分法轮功学员在华人聚基地曼哈顿的华部 举行了盛大游行 吸引大批民众驻足观看 请看记者的报道 中午12点左右 在纽约的华部曼哈顿这边 大约450多名的法轮功学员 在这里举行了盛大游行 青秋十月 天空作美 法轮大法游行队伍 由天国乐团打头阵 从派克街和东白老汇街口出发 沿途经过很多福州和广东移民的店铺 民众纷纷举起手机 记录下这壮观的景象 在阳光的映尘下 新院岛花船队伍格外亮丽 希望民众能够更多地了解我们 然后我们也想把真善人的美好 带给唐人街的民众 游行队伍中 除了华裔面孔 还有西人组成的五龙队 我认为它是一个美丽的旅程 非常有趣 我的孩子很喜欢它 他很喜欢蝸蝸 有很多外国人 好像也加入了我们的中国文化吧 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非常漂亮 然后也可以学很多 就是怎么当一个好人的 就是他们有很多好的历史 然后你可以学一辈子 除了给华部社区带来传统的中华文化 法轮功学员同时呼吁制止中共的迫害 那孩子们也可以看一下呀 我就是发边走边拍 我去到哪里我就拍一些 我觉得有兴趣的东西要发朋友圈 分享给朋友们 有很多就是外国人也参加到这边来 在纽约的前空下 法轮功的队伍走过华部的大街小巷 嘹亮的鼓乐声这份精神 给民众带来美好的福音 新唐人记者 柯丁廷 韩瑞 唐城 纽约报道 周末 洛杉矶罗兰港迎来一年一度的 马车嘉年华系列活动 其中还有以探索未来为主题的盛大游行 73个游行队伍各有特色 最终获得成人组第一名荣誉的 是来自法轮功团体的队伍 在乐队的引领下 游行的热闹气氛 为2017年第45届罗兰港马车节 借开了序幕 除了不可或缺的大阵仗乐队 骑队 马车游行当然少不了高大的马匹 而这次出现了呆萌可爱的羊驼 让许多围观民众感到惊喜 随后的顺天联合基金会的成员们 身穿王子公主服一路共舞 紧跟着色彩缤纷的长行花车 更是让马路旁的观众们 放不下手中的相机和手机 对 这位是皇上 我喜欢这位 它有很多音乐和音乐 看到那个什么动物 有动物就刚才一条龙的 那个就很喜欢的 很像那样的 在热闹整齐的鼓声中 法轮功学员们 身穿闪亮金黄服饰 各个面带笑容 豁打着鼓 或摇曳着法轮大发好的旗帜 与民众热情互动 我真的很喜欢那一套 对 这一套很酷 看到他们跟弦筒玩 那一套很酷 我非常感激 今年的话好像更多人了 而且好像 对 好像更活跃了感觉 评审们也感受到 法轮功学员的认真投入 将成人组第一名的荣誉 颁给了这个金黄耀眼的队伍 还有观众特意来到 游行终点的楼兰港公园里 询问法轮功的相关讯息 而公园草坪上的集体练功 舞台上的共法展示 似乎也为热闹的嘉年华 增添了一份平静与祥和 西南记者王自义 六年洛杉矶采访报道 18年以来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来没有停止 中共十九大召开前 家住青岛的前上校军官 公批起义 就因为修炼法轮功 遭到警察强行吵架 并且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 10月26号 公批起的女儿 硅谷居民龚小燕 在旧金山株林馆前 营救父亲 呼吁中共当局立即放任 10月26号 硅谷居民龚小燕 与湾区部分法轮功学员一道 在旧金山株林馆前 举行抗议集会 因为修炼法轮功 她父母在山东青岛的家 10月16号深夜 被警察破门而入 并被非法抄走现金15.7万元 目前 她的父亲公批起 被非法关押在 吉末浦东看守所 当局禁止家人接见 律师说没法会见 因为我爸爸 现在已经不能走路了 说是情况非常严重 现年62岁的公批起 退休前是前山东 预备以高炮师 副参谋长 上校军衔 1999年 中共镇压法轮功后 正式走入修炼 以前我爸爸 他是每天抽三包盐 然后喝酒也是 你知道当时军队 每天都有酒场 常人的这些坏习气吧 可能是都有 但是修炼法轮功以后 烟酒全部一次戒掉 从再没有碰过 然后就严格按照 真善忍的要求来 要求自己工作当中 从来没有贪污过 就是一分钱 这不是公批起一家第一次遭到迫害 根据明慧网的报道 2005年5月 公批起夫妇被绑架 妻子孙东霞被非法判重刑5年 公批起被关进洗脑班 饱受一年的非人折磨 我现在来到这里呢 呼吁所有这个善良的人士 包括中国人 还有美国政府 以及美国善良的人士 大家一起来营救我的父亲 据悉中共十九大前 山东青岛国安参与布控 集中绑架了公批起 宿桂花 侯宝琴等 20多位法轮功学员 我也想告诉国内 仍在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们 适可而止 守住心底的善良 为自己留一条后路 18年来 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从未停止 中领馆前的血泪控诉 震慑恶者 也警醒和呼吁世人 伸出援手 结束迫害 新唐记者曹锦哲林 萧然 旧金山采访报道 原本浑身是病 生不如死的仲书兰 在修炼法轮功之后 无病以身轻 满怀感恩的她 在1999年 法轮功遭到镇压之后 用亲身经历告诉人们真相 多次遭受严重迫害 但法轮功的神奇 也一次次的在她身上体现 今天就带您来了解一下她的故事 这个最严重的就是这个头疼 它叫这个胸卵 血管胸卵 每次疼起来的时候 双手握着头就 就是身婴腰和疼的 这个病还经常犯 三天两中就犯 这一个病严重的就是 我舍没我的病 就是那个 它叫身经性磁肠炎 就像身上寒一样 光想大便 也是摔半就犯 这又上车就出不来了 就这个两个病的这两个才把我折磨的 哎呦 我真是生不如死的 种书栏告诉新唐人 他之前有11种顽疾 其中两种让他生不如死 医院束手无策 练气功也无法奏效 直到1997年1月 开始修炼法轮功以后 他的生命才有了光辉 我那年才48岁嘛 我得了这个法轮功 我一看这个书 怎么这么好 不然区病健身 还能教你做好人呢 我就觉得就是爱不失手了 就这样从每天练功 每天学法 因为我那个病 怎么好的我都不知道 没了 我也从那开始 我就一次药也没吃 我家里的亲戚朋友 我都知道法轮大法好 全都支持我修炼 1999年7月 中共前党魁江泽民 发动对法轮功的镇压之后 仲书栏用亲身经理与体会 给江泽民和公安局写了信 同年12月 他还支身到北京最高检察院上访 希望政府能复议 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 除了上访 仲书栏也在家乡山东高米 讲述大法真相 结果多次遭到迫害 2000年8月 在高米开守所被关押期间 仲书栏被上大挂 强制灌食 还被紧紧绑在十字铐上 白天在阳光下曝晒 晚上被扔进草叶喂蚊子 就是那两个脚脖子都是铁链子 就是靠在那个尸子架子 就是一个坟墙吧 就靠在那个板子上 那个腰呢 就是一个大皮带 就是那个 一下子也是靠在板子上 那个腰空的 腰空的那是空的 那个头 然后胳膊就是大不行的 也是两个手脖子 也是那个铁链子嘛 也是就是那个 锁在那个板子上 哎呀 可难受了 那个腰啊 就在断了 那个头那个怎么也不舒服 就把我扔的业子来 是帅不帅 后来众书兰又被非法劳教两年 他日复一日的在地下室 从事14小时的奴工劳动 常常通宵加班 他透露 明显感到自己势力下降 体重减轻 身体衰弱 血压达199 劳教所对他强制用药后 他差点丢掉性命 神奇的是 学法练功半年之后 他的势力和体重体力都得到恢复 2008年12月 众书兰和同事法轮功学员的先生 郝登春一起遭排出所警察绑架 随后 夫妻俩被劫持到看守所 众书兰被看守所拒收 郝登春则遭到非法关押 2009年9月 众书兰和其他三名法轮功学员 被便衣警察绑架到排出所 2012年2月 众书兰再次遭便衣绑架 并被勒索2000元 2012年6月 众书兰在夜市讲真相 又遭到排出所绑架 这次她被判入狱四年 在山东省女子监狱 众书兰看到 预警给法轮功学员饭菜中缠不明药物 自己也再次遭受疯狂的洗脑折磨和奴役 由于高血压、偏头疼、膝盖剧痛、视力模糊等症状日益加剧 2015年5月 众书兰提前获释回家 恢复正常学法和练功后 她又再度回到精力充沛、身体健康的状态 2016年2月 众书兰借着去法国探望小女儿的机会逃离中国大陆 同年10月22号 来到美国的众书兰站在旧金山中领馆前揭露中共的迫害 她说 十多年来她和丈夫多次遭到非法抄家 抓捕、殴打和勒索 她凭着对师父的坚信走了过来 中书兰表示 滴水之恩必当用权一爆 从今往后 她会更积极地告诉人们 法轮大法的美好和被迫害的真相 希望中国大陆民众认清中共的邪恶本质 尽快退出曾经加入的当组织、当团队